在國勾聲中 兩副舉行國旗通過總統府上空 為雙十國慶揭開序幕 機關署副署長羅一軍 奧運跆拳道銅牌羅嘉玲 以及防疫人員等代表領唱 而國軍分別展示空中和地面兵力 首先通過的是IDF禁國號 為國人自製的高性能戰機 緊接著通過的是F-16V戰機 配備先進任務電腦與抬頭顯示器 空軍三行主力戰機由北往南衝場 另外還有APA器攻擊直升機 黑音直升機編列組成的機隊 替雙十國慶增添亮點 中共軍機批評老台 一度五天派出150架狙擊機 今天雙十國慶 台灣也在總統府前展現不如小區的空中戰力 中央民眾也說台灣要捍衛自己的自由和民主 對我們來講很有信心 台灣是很有信心 而且可以給對岸一些小小的警示這樣子 我們才是有戰力的 在某種程度上這就是一種對我們的危險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國家都一樣 它會在選在一些比較特殊的場合 來做一些可能比較適當或是比較強烈的一種表示 除了空中部隊外 受阻的地面部隊 有不少飛彈車是台灣自製的 在府前首都曝光 現在進場的是陸軍新型野戰防空武器系統 此裝備是由陸射箭2發射車 接戰管制車及項鍊雷達車所構成 首都曝光的還有右飆雷達車 可用使敵軍反輻射飛彈攻擊 秀出國軍戰力 立法院長游錫坤主持一試時說 民主是台灣的百年基因 感謝台灣全體國人及朝野各黨派 對民主自由的堅持 多到多住 失到寡住 台灣原本就具有堅強的 自衛皇位的決心與能力 數年來民主同盟國並肩相挺 讓台灣自衛戰略的成型加快腳步 面對中共施壓不斷 國軍不衛戰 在國慶大典上宣誓保家為國決心 新唐人亞太辯士 陳惠摩扎勇如台灣台北報導